在相机成像这些要素当中 锐度 色差 畸变主要是由镜头决定的 而动态范围 噪点主要是由传感器决定的 色彩的还原受二者共同的影响 Mate 10的镜头用了莱卡的贴牌 传感器还是老一套 手机镜头就是镜头模组 包括镜片 光圈 对焦马达 防抖的模组以及CMOS 莱卡提升的主要是镜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冲光 消光 双镜头分开做对于冲光消光也是有帮助的 可以看到Mate 10对于灯光的纯净度处理的要比诺比亚更好一些 然后就是色差 色差主要是汇聚不同波长的光线 所以就容易出现紫边 而算法的话其实也可以再优化一次 大光圈往往是容易造成边缘的畸变 以及画质的变肉 也就是锐度不佳 所以在摄影的镜头之中 光圈往往是最吃钱的 我们来找一下华为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画质的烈化以及畸变的 可以看到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差不多是在它的边长四分之一的这样一个位置 之后逐渐的一直到最后最角落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努比亚 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有非常明显的一条线 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画质的烈化 这个范围是明显的要比Mate 10要更多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一直移动到最边缘最角落里 同时保持100% 可以看到细节还是非常明显的 华为烈化之后的画质要稍微好上一些 CMOS其实还是老的一套 中单范围就是指画面的宽容度 宽容度差的照片高光会溢出 也就是死白 或者是暗光曝光不足 也就是死黑 尽量的平衡就是宽容度的大小 这组图片左右都是用努比亚拍摄的 左边的话是用系统的HDR进行拍摄 窗外的东西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也就是高光溢出 右边的一个是用谷歌相机来做的 它HDR的算法宽容度就更加的出色 我们来看这一张拍摄天空的照片 努比亚的云朵看起来层次感分明 很有3D的感觉 而华为的话整体就比较的平面 并没有这种立体的感觉 再来看一下最底部的一些细节 明显的是华为更加的精致 但是它的颜色整体的要暗些 努比亚还是绿色和黄色的植物 到了华为身上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墨绿色和黑色 两台机都是全自动的模式 也体现出了Zamos的差别 这四张图都是华为Mate 10拍摄 最容易解释Mate 10的成像原理 上面的两张图分别是用1200万和2000万像素进行拍摄 看着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输出的时候不一样 1200万的照片需要2.5兆的存储 而2000万的话需要4.1兆 我们就以这个2000万像素的为例 先来对比一下诺比亚 可以看出来两者的风格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诺比亚整体的饱和度较高 树的颜色全部都是绿色的 灯光的颜色也是金灿灿的 天和湖水的颜色也因为灯光而变得有些发紫 在看Mate时其实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细节是更加精致的 尤其是左下角每一个瓦片都立立在目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一下色彩 华为整体的颜色都非常的偏灰色 或者说白了一些就是偏黑白色 原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理想的黑白双色是黑白画格子 然后彩色再进行填颜色 但是华为是彩色直接成像 黑白镜头再描上一遍 因为彩色当像素低的镜头 所以感光底大 颜色的发挥比较的稳定 黑白当高像素镜头可以提升细节 同时感光底更小 暗处的时候解析力小 就必须要提升曝光度 反正本身就是黑白色 就算是曝光度提高了 出现死白也并不会更白了 但是暗处的细节可以保留了更多 这一次Mate时的算法 对黑白镜头的利用率大大增加 导致权重也更加的失衡 暗光的时候 彩色镜头已经压倒了